在晚间新闻现场我们首先播出两则独家报导 首先来看的是台南市这一家啤酒屋开幕 要弄一些噱头 因此找来脱衣五娘到店内火辣热舞 那么现场这一五娘穿得非常清凉 比基尼加上冰字裤 不断地做出一些大胆斗作挑逗男客人 但是客人的反应很有意思 大家非常惊吓 有的人跳桌逃跑 而特别是女客人促进大发 现场不断地摇手拒绝 女子穿着比基尼大跳钢管舞 接下来的动作更大胆 男客的双手抱住女子的大腿 女子都跳完了还舍不得移开 夸张的还有这招 女子把客人的头塞到胸部里 火辣厌舞 看得客人瞠目结舌 有的客人吓得跳桌逃跑 女客人看到五娘靠近老公处进大发 拼命地摇手拒绝 绝对不让她与老公贴身热舞 原来这是台南市一家啤酒屋的开幕活动 请来脱衣五娘火辣热舞 男客人拿手机猛拍捕捉五娘的美艳 女客人则是惊讶到污住嘴巴 因为尺度实在太开放 但由于五娘没有权落 因此警方无法可管 只能劝到 也让业者把酒店的懒客方式 直接搬上路边摊 大胆游走法律边缘 全选赖冠状元方才能报道